字幕提供 今天我不谈NEC 原因不是我不想谈NEC 原因是因为我太接触一些graduates 他們就说 原来他们是training的阶段 对于contract exposure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多 譬如昨晚有个graduates 原来有很多问题 都不是真的那么容易有人解答 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那些年纪人 有理慢机 也不是那么容易坐下 是很详细地逐个 contract clause 跟他们解释 面对这样的事情 在contract层面上应该怎么解决 怎样演应 很难的 所以我有点心想帮graduate 原本有些自己的案子想说 我也先好一好 我就说不如 那个graduates 整合一些问题 就发给我看看 有什么适合的东西 我就可以放上youtube 那里说 希望可以帮到那些graduates 我自己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我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所以我今天就不说NEC 我先好一好住 那我今天想说什么呢 我今天就想说一些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主要就是说mediation mediation就是终于调解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或者在工程上 都很难避免没有dispute 因为始终大家的interest 未必是一样 一定会这样的 所以dispute 基本上就是日常生活 或者日常工作 必然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mediation 中文叫调解 就是其中一个dispute resolution的方法 尤其是工程上 工程上是一个dispute laden的industry 他们的contract 很多时候有一条 叫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 就是说双方 如果在dispute的时候 要做什么呢 第一步通常都是negotiation 就是说真的 你不会下下就告对方 当然坐下桌面那里谈 所以我之前也有说一些 negotiation skills 那就 有时间讲的 我想都不是说 几集的东西就可以说完 但是呢 我就可能斩开分件 在不同的杂数 就说这些negotiation skills 第二步呢 很多时候都是去到 一些叫做mediation 就不会说一开始 就立刻说 我就上庭告你了 因为呢 尤其是在香港这个环境 有一个叫做 civil justice reform 十几年前的呢 就说如果在一个庭园 收到这些dispute 很多时候第一件事 就会问 那些parties就说 你有没有尝试过去进行 mediation这个process呢 如果没有的话 就请你们回去 就尝试一下 这个mediation process 先 真的解决不了 才好再去尝试 第二些方法 譬如说拿上来 我这个法庭那里 给我審 所以mediation 在工程上 是非常之常见的 比起其他distute resolution process 譬如 adjudication是相对少的 arbitration 其实说真的 full-grown arbitration 都是相对少的 mediation 就相对多的 那我今天就会讲讲mediation 那mediation的topic 很大 我先看看怎样说 mediation 我首先会讲讲 它general process 是怎样 可能我中间会 一些mediation 的characteristics 但是之后呢 我会很特别地讲一下 mediation 本身有什么 characteristics 大概五至六个左右 那之后呢 就是说真的 mediation 大家不是真的想享受 mediation process 大家想有个settlement agreement 那settlement agreement 在工程合日上 有代表些什么呢 在法律上 有代表些什么呢 譬如说 明明mediation完了 有个settlement agreement 大家很开心 如果有一方突然反口 那在合日上又怎样呢 法律上又代表些什么呢 那这件事呢 我可能会放在尾 一点点说 因为比较复杂的 那就是希望呢 在来近这几段片呢 就令到大家可以 明白多一点点 mediation 这一个东西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那首先 我不如讲一些 比较 基本的事情 mediation的process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双方 如果有一个dispute的时候 他就会请一个独立第三方 这个独立第三方 这个独立第三方是怎样 请回来呢 其实就是基于一个合约的条款 在工程上 就有discipline solution clause NEC 都有的 譬如 香港政府的project 他的ACC 一定叫Clause G1 里面也有一个mediation 的clause 就是说 这个mediator 要有什么qualification 什么时候请 去哪里请 諸如此类 各个contract不同 但简单来说 就会有一个独立第三方 这个独立第三方 为什么要独立呢 就是他基本上是impartial 未必是完全不认识对方 只不过 他在那个层面 是独立于双方 是对双方的interest 是没有冲突的 这个叫独立第三方 他就会 约了出来 约了出来之后 就会约见双方party 通常就会去一个舒服的环境 就未必 不一定是一个office 的meeting room 有时呢 是一些co-working space 都舒服 我之前试过做一些社区的mediation 就是不是工程 社区的mediation 他可能会去一些 比较静的cafe 总之是一个舒服大家舒服的环境 就是会有一个open end section 这个open end section 就好像一个 那个mediator就请到他去自己的家 介绍一下 这个环境是怎样的 譬如说 这个 这个 我喝水的地方在那里 我厕所在那里 我厕所在那里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就随便 这样 你想像一下 好像人家去自己的家 你会做些什么 通常都是去greet对方 介绍自己 涂火路线会说 就是mediation 会说涂生路线 涂火路线 这些这样 会设计一些ground rules 我们大家就会有一个 这样的mediation process 就希望大家 就关上手机腿 也都尽量尊重对方 如果有一个人 在说话的时候 第二方 就尽量不要说 如果有一些 情绪上 或者有一些 的point 是很想抒发的 也可以是 找一张纸 寫下它 轮到你讲的时候 你才会说 诸如此类 这个是open end section 基本上 就是一个general introduction 就好像那些warm up 如果你一坐 就立即说discuit 的话 我想大家都未必想说 就是一个warm up 希望令到这个环境 尽量友善 尽量大家舒服 这个也是mediator 在这个introductrice section 或者叫做opening section 是需要做的事情 很多时候 mediator不是值得一个 有时候是co-mediator 意思是两个mediator 在香港来说 都有的 在外国来说 co-mediation 也都非常常见 就很少三个mediator 就是两个mediator 就够了 因为有很多时候 一个就 讲完之后 第二个就有所补充 也都会分工的 如果有一个co-mediator 的时候 这个co-mediator 也会介绍自己 有些的mediator 会讲解一下 我会主要做这件事 另外一位就可能会 focus on 其他方面 很多时候 我会讲一句 等一下 我可能会问一些问题 可能大家会觉得 有点奇怪 为什么我这样问 但是 讲到最后 我也是想更加了解清楚 大家双方的立场 或者事情是如何 你也不要介意我去问 如果有一些问题 大家觉得不想回答 也可以不用回答 你只要告诉我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general 一个introduction 可能会令大家 warn up 到的一些做法 好了 完了这个introduction 之后 我们就会说 有一个叫做common section 什么叫common section 为什么叫common section 就是说 在这个section里面 两个participants 我们不叫parties 有些人不喜欢叫parties parties都会分开 mediation 我们 tends to 叫做participants 就会坐下 在一张桌上 然后 Midata 可能会在中间 这样 就容许双方 去讲自己的一些看法 或者讲解一下 在他的perspective里面 这件事 这个dispute 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 那一方说完之后 就轮到第二方说 那你说 那跟普通negotiation有什么分别 那分别就在这里 就是Midata 其实是中间的 他一方面 透过这个common section 更加清楚了解 究竟那件事 是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事 那个dispute 那个癥结所在 他也会听到 双方parties的立场 当然是他自己的perspective 去说 但是那个Midata 在这些这样的机会 是会听到 双方背后的立场 或者背后的interest 那很多时候 在这个阶段 Midata 未必会做太多 但是他有一些Midata 会尝试 开始用一些skills 就是说 我会去reframe 一个participant 他所说的东西 因为我被一个participant 去说一些 可能很负面的说话 因为他在说自己的立场 很难听的 那Midata 就可能会 作为一个中间人 就会听了一些 那么负面的说话 就会用一些reframing skills 就将它转化成一些 比较neutral的句子 有时候可能会 又重复说回 一个parties说的东西 但是他说出来 可能是neutral一些 就很弱 是被第二个participant 听到这些neutral的句子 那些心就会好过一些 而且neutral了 的句子 就会容易去引对方 第二个participant 去想多一些 有什么的可能性 可以达到这个系统的agreement 那一个parties说完之后 就轮到另一个parties说 好吗 那基本上 那个mediator 要做的事情 就是重复说的事情 他会很active 去听那个participant 他说的事情 尝试去identify 他背后的interest 如果一些很负面的说话 他可能会reframe rephrase 好让第二个parties 或者第二个participant 他听到 就会容易接受 还有去触发他 去想更多的option 是可以达到这个settlement agreement 那去到这个阶段 每一个mediator 其实都有自己的style 但是有一些的mediator 去到这个阶段 他会容许一件事发生 就是说 在一个comment section里面 很难避免 双方是会又再吵架的 因为始终这个是dispute 来的嘛 那 哇 双方吵架了 mediator 会怎样 是否立刻就按住他们 不让他们吵架呢 那我就说我不是 因为呢 其实在一个dispute的环境里面 是很需要有一个环境 是让双方 是将自己的火 release出来的 那有一个mediator 在中间呢 其实呢 Party release到火 其实都会就住的 就是不会太过 太过离谱 没有说会不会打架啊 其实有试过打架的 不过 除非你真的去到打架 这些情况 或者 那个emotion release到一发不可收拾 也都不再add任何value 那 mediator 会按住他 但是一般来说呢 如果一个party 或者一个participant 无端端就发生 火发生脾气 那样呢 接着对方看到你 骂他又骂他 转头呢 某程度上 会容许一段时间 让双方 将这道火去release出来 那去到一个点 那个mediator 才会站出来 你容许我说一点点 看看你有什么看法 诸如此类的技巧 就是将这个 曹架的环境 叫做斩斩断 那当大家release了到火之后呢 其实往往呢 就会坐下 就会心平气和 是继续去讨论那件事的 那这个其实是心理上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如果大家很感激 如果大家很感激 很感激 很愤怒的时候呢 不想说话的 那方法就是将这个 for release 出来 那希望大家可以 继续去 落到下来 继续去谈 那release emotion 这个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process 跟着呢 有一些的mediator 在这个comment section 因为听了双方说 就会尝试列出一些option 这个option 就是option 是会再去讨论的 就是说 听完大家说完之后 似乎有这样的issue 会不会这些issue 我可以列出来 大家可以想到一些option 是怎样去讨论的呢 未必在那个comment section 大家会立即谈到 有些什么option 现在我们讨论 但起码有一些issue 这个mediator 是会列出来 是大家共同都同意的 那comment section 大概就是做到这个 那接着呢 就会做一些叫做private section 大家到火 放了出来 说真的 在comment section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 可能一个participant 就未必那么方便 就是会直接 这样就告诉对方 另一个participant 就是这样的 所以那是为什么 就会有一些叫做private section 这个jargon 叫做caucous 意思就是说 那个participant 就会和这个mediator 就会单独去见面 就希望在这样的section里面 那个participant 可以说一些information 给这个mediator 听 而在comment section 他不想说 这个mediator 就会很清楚这样说 那你现在和我说的东西 全部都是confidential 我会去立院 是告诉对方 除非你同意 那其实那个mediator 就尽量都不会说太多 都会是鼓励那个participant 在未来之后的section 就会是自己说出来的 那这个private section 又有不同的用处 就是说 有一些的背后的interest 其实在comment section里面 没有说到 在这个private section 他可以告诉那个 说给那个mediator 听 那刚才comment section 那里也说过 一些问题 那可能这个mediator 就会就着不同的问题 就会去 游动对方 或者facility 这个participant 去思考一下 究竟有些什么option 可以generate到 那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这个mediator 在整个process 它是facility的process 他不会去suggest 任何option 他只不过是会 用一些skills 去引对方 或者是facility 这个participant 去想多些不同的option 是好让大家可以 有一个settlement agreement 那在工程上 很多时候都是说钱的 但是我们会说 很多时候呢 钱背后呢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往往呢 钱只不过是 整个disput 其中一个环节 很多时候 除了钱之外呢 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谈的 简单到 原来有时候是一个 道歉声明都可以是一个settlement agreement 原来 不是少有的一个道歉声明 或者写的apology 可能会令到整件事去 或者可能 现在不说钱了 可能另外一些performance 这样 如果做到的话 我也会接受 读如此类 那其实 一个disput 背后 有很多的代表 不同的大家 participant的interest 这个interest 可以怎样 fulfill呢 有很多的option 这些private section 就是尽量 令到一个participant 可以想到不同的option 出来 就给到这个mediator 听 甚至乎 有些mediator 在这个阶段 可能会 如果适当的话 可能会引对方 就是说 会不会有一些 agreement terms 可以放下到呢 可能 之后的section 可以说出来 看看对方 可否接受呢 又或者这个participant 同意的话 会不会在 未来一个private section 和第二个participant 的private section 里面 容许那个mediator 去说给对方听呢 这个当然是要 一个participant同意 因为是confidential 如果同意的话 他可能会将这个 agreement 在第二个private section 就会告诉对方 如果这个 agreement terms 或者propos terms 通常就会叫他 再写下它 因为呢 一写下那一刻 可能有一个小小的commitment 那会 叫做 起码踏前一步先 那这个mediator 通常就会 clarify下 看见那张纸 他都要明白 自己真的没有理解错的嘛 通常就会 读一次出来 如果读完出来之后 这个participant 都是觉得 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件事 就会去到下一步了 那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会说 又有另一个private section 又跟一个participant 谈完之后 就跟第二个participant 谈的嘛 那有第二个private section 又再说一次 那同样的process 都是一样 就是给他们表达一下 自己背后的interest 是怎样的 有什么的 concern 有什么的事情 其实是不方便 在comment section 那里讲的 那这个mediator 都会运用不同的skills 比如说 一些reality testing的skills 有些人呢 会在那个private section 就说 其实我都知道 这个mediation 是一个formality 我其实想快快去搞定他 你快快去和我搞定他 就说我不 agree 之后呢 我就会去这个法庭 那里 就提出个诉讼 这样的了 譬如这样说 那那个mediator 就会用一些skills 叫reality testing 就是说 那我听到你有个 这样的concern 其实你都 是想这个dispute 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听见你说 想去 litigation 但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胜算是多少啊 那就很奇怪地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行规 那些律师呢 很多时候就会 同一个party 就会说 这个case七成会赢的 我不知为什么七成 或者八成 这个number是怎么走出来的 通常说七成会赢的 很少就会说 100%赢的 说真的 有哪个律师会说 这件case一定会赢的 七成会赢 听上去好像很高 通常我就会说 七成会赢 其实四次都会有一次半输的 其实机会率都不小的 你有没有想过 既然你现在都坐得低 去进行这个mediation process 虽然你说是formality 但你来到其实都是 有一丝的希望 是一个agreement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现在走出去 就原地踏步 是不是这件事是你想要的呢 如果你原地踏步的话 你面对的事情 就是四次有一次半输的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机会都不小的 那再加上 那个訴訟的费用 其实都不少的 就是你可能到头来 为了欠缺一口气 花了很多的交钱时间 有值得这样做呢 如果现在是一个mediation process 一个机会给你 可能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 有机会解决到这件事的 那reality testing 这个是常用的skills 引对方去想一下 他现在站在那个position 其实是否真的 那么值得去坚持呢 我们mediator 讲的那个语气 其实都是叫做 djfm voic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译 就是说 你用一个很柔的方法 用一个很比较慢的方法 我刚才说 有些人说 比较磁性的声音 就是calm down 对方去拿下 究竟如果 我们最促进 这个mediation process 的时候 会有什么事发生 就是这样说 这个就是reality testing 那么在这个private session里面 就很多时候 经过这些skills 就会有不同的option generate mediator 就会整合这些option 如果有一些proposed 的settlement agreement 就会拿到 这些settlement agreement 就去到第三个state 就是一个 叫做common section 的stage 好了 这个stage 大家又会在一起 又会再谈一次 如果有一些settlement agreement 的proposed terms 这个mediator 可能就会邀请一方 就是说一说 刚才他有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settlement agreement terms 通常就会叫一个participant 主动地说出来 很少是自己的mediator 去说的 因为到头来的mediator 是一个facilitator 很少会advise一些东西 很少会主动提出一些方案 因为这个dispute 其实是 belong to that party 解不解决到这个dispute 其实都是那个parties的问题 这个是mediation 一大特色 它是不会advise一些option 或者一些solution 但是是透过一些skills 令到双方party 会自己general的option 或者solution 是达成一个settlement agreement 就是这样 我今天只可以说到一些 比较general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讲到整个process 一些很general的structure 那未来我会慢慢再讲一下 多一些的characteristic 我刚才也讲了少少的 譬如说 这个是一个mediator 是一个facilitator 其实mediation 那个dispute 都是 belong to that party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voluntary process 那个owner其实都是一个party 它不是一个lification process 诸如此类 有很多不同的characteristic 我之后那一集可能会再讲到 那希望这个mediation 这个topic 大家有兴趣去听 就这样说 可能大家不太容易去了解 我可能看看会不会 订阅到 有其他的朋友 起码多多两个 因为两个party 有个mediator 就是做一些demonstration 就是告诉大家 究竟整个mediation的process 是怎样的 希望大家是有兴趣去看 我安排一下 看看有没有可能 订阅到这些section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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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